歡迎大家收看兄弟幫 我非常興奮,因為夏爺 重返我們的大家庭 說話也一樣是這麼厲害的 一樣是這麼受歡迎的 不過如果家庭觀眾 錯過了我們這幾集的話 不要緊,上賣電視,重溫就行了 所以無論是我們今天邀請來的嘉賓 或者之前邀請來的所有朋友 關於UFO、外星人、外星文明 或者是太空聯盟 所有資料信不信由你 你可以當作故事,聽也行 如果你覺得自己有興趣 喜歡上網或找不同的書籍去求證 都可以,但我相信每位嘉賓上來 都是拿出心意 把自己做過的參考資料 拿給大家看 我們三個都不是專家 只不過我們知道一些東西 或者我又知道一些東西 因為我要畫我的公仔書 我需要知道很多東西 所以拿出來說一說 如果要三天研究 大家可以上網去研究 好,Danny哥上次提到一個課題 在劍領時提到月球 月球也有很多陰謀論 或者大家也不相信的東西 解釋一下吧 去年我們兄弟幫有提到月球 在月球上發現這件事 發現那件事 Armstrong登入月球時 他踏足月球時說的一句說話 因為他說 一小步是男人 就是大小的男人 傳說第一句不是這句說話 傳說他很害怕 說他們很大 甚麼是大小呢 說他們很大 有個東西很大 對,我記得我曾經說過 Apollo 11離開地球的軌道時 已經發現有UFO跟著他 但他們跟Houston之間說話 他們不可以用UFO這個字眼 那個字眼是… 其實那件事是 土星火箭推他們的時候 分離出最後的那一節 那一節,元朗朗的筒 他就說這個筒 因為他覺得這件事 已經離開了他們很遠 但為何還有一個跟隨他們 所以他就問Houston 這件事是否有多遠 Houston告訴你 這件事已經是結束的遠 但這件事跟他們在一起去月球 即是傳選阿波羅11號去月球時 是有一輛UFO跟著一起去的 不是護航 究竟是否看著我們在做甚麼 這群地球人 才到達到阿波羅11號去月球時 就是這樣 整件事是沒有人在那年代 69年登陸月球 是沒有人會告訴你 有其他的事 可能全世界人只是說 登陸月球是真是假的 甚至乎我都說過 我爸爸和旁邊的陳先生打架上來 就是我爸爸說是假的 今時今日很多人流傳 這個登陸月球是假的 那是另一個話題 因為我也曾經說過 如果我說登陸月球是假的 我就要說假的那邊的證據 對我這本書說 阿波羅11號去月球時 看到UFO就有衝突 因為他們沒有去月球時 怎麼會看到甚麼 上一集我曾經有個美賴 當我們開始認識太空計劃 看美國怎樣放太空人上去的時候 我們見過很多新聞 電視開始有新聞片看 甚至乎你可以去買80年代的時候 有些雷射電視 未有DVD的年代 你可以買這些東西回來 我買過一隻碟 那隻碟跟這本書的名字一樣 即是說那隻碟叫宇宙計劃 有一個很短的鏡頭 那隻碟叫宇宙計劃 即在上面預備接他們的那一架 我們現在說的是這一架 這一架是環繞著月球 預備讓他們離開時接他們 裡面有一個太空人在裡面 裡面有一個太空人的駕駛 那個時候Michael Collins 他負責這個碟叫宇宙計劃 當年我要說的是 這架神野 其實是面對著鏡頭的 這本書裡原來是有記載這件事的 我們待會拍得更清楚 就是這三幅圖… 這三幅圖說了甚麼 就是如果大家上網看 Apollo 11, Lending on the Moon 一定會找到這段影片 我直接上網打 Apollo 11, Lending on the Moon Lending on the Moon 只是Eleven也有大筆可以找到 明白… 就是這架… 我們說這架東西來的時候 他們正在去的時候 不如我拿著它 好的 我拿著它是這樣的 那架東西… 讓我先把它拎緊 那架東西當時在紀錄片上 是面向著你們的 月球在它下面 有一架光碟在下面飛過 我說我買的這架 就是因為這個鏡頭 但當年我沒有知道 我沒有留意到其他東西 就是說有一架東西飛過 究竟它們是否知道 NASA是否知道 原來它們是知道的 我沒有留意的是甚麼 就是這裡 這個位置 這是當時的共同模組 四個雷達 那架光碟在這裡飛過的時候 如果大家上網看到 這四個雷達 是跟著那架光碟轉彎的 就是要計劃它嗎 計劃它 就是說這個幾個東西 NASA在那個年代登陸月球 已經在月球上 能夠追蹤到這個飛機 已經看到它 就是說我剛才說的 不是你的眼花 不是我的眼花 亦不是他們登陸的東西是假的 只不過我所說的 就是當年我可以買一本這樣的書 買了那張碟 我沒有留意到這個雷達跟著它 就是我沒有留意的 他們是知道的 金庫恩嗎 真的一手的時候 幾個雷達跟著它 牠跟著它 想看看是甚麼 它的雷達是向著外面 即是你現在的鏡頭這樣向 光碟飛過時 它是這樣… 跟著它 跟著它 向著它 NASA還拍了它 而且好像在我這個漫畫書裡面 我有幾張照片 是APOLO11號 包括其他的APOLO 去到14、17 都有拍照的 APOLO11號 這個Michael Collins在裡面 他拍到下面 因為他經常這樣繞圈 拍到下面 拍到長型的雪茄型的UFO 還有他們的外國說 從哪裡來突然有一塊東西彈出來 是很長型的 是他們拍了很多的照片 當年的我們黑白電視機 看到人類登陸月球 我們已經興奮得不得了 哪裡有人會去理會有UFO 而且當年在60年代 我不覺得香港人會多說UFO 對 是嗎 我只是想說 當年其實我自己也有這些片段 但我沒有這個知識 去尋求多一點 雷達向著它 究竟他們找到甚麼 當你現在的資訊發達了 就開始走回頭去找這些東西 然後去看 我在美國買了一本 APOLO14號的整個任務報告 裡面還有一張DVD碟 有甚麼特別呢 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沒有特別 這個地球襯子就是Aaron Shepard Aaron Shepard是美國的第一個太空人 我去年有說過 他是彈了上太空 15分鐘就跌下來的 第一個太空人 因為他有以水不平衡 所以他就地球了 以後都不能飛 但他就很夢成真地 這麼多年之後 由第一個太空人 而形成在APOLO14號 他就是其中的一個人 上去月球 我公仔宣傳到裡面 就不能怎麼說他 因為林仔是想著撿石頭 有些事他沒有看到 他在後面的天氣 停了一個三角形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知道 很恐怖 這些是你們自己上網看的 我帶不到那麼多的影片 那些影片不是我的 是找到的 是找到的 那是誰說出來的 Aaron Shepard沒有說過 Aaron Shepard死了 在三萬次已經好幾年前 已經死了 6、7年前已經死了 他從來沒有說過 但是APOLO14號的指揮官 叫Aker Mitchell 他回來後不停有話說 而且他的樣子也變成了 變成甚麼?不是變成外星 他變成很虔誠地告訴你 是有神的 當然,很多白人都是信上帝 信那些在先 而是他親身彈出太空 想到月球 他簡直… 因為我上次提過14號 如果你們忘記我可以再拉一拉 14號… APOLO14號,上個月球 還有一個小小的任務 就是鑽孔 鑽孔,讓一些炸藥下去 來炸它,研究它那個… 甚麼反應 那個震動、各樣東西 那就是鄰仔 和另外那個在黃國墳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有些鐵聲 就無法坐進去 這是特製的電鑽 傳說,單單單單它撞到的是金屬殼 就是說,有些人說 原來月球可能是一個很巨大的太空船 所以是金屬的 裡面是空心的 這樣說的 既然轉換,發生了這樣的事 Aaron Shepard 鄰仔在那裡撿石頭 後面有一塊這樣的東西 這個警察,Aker Mitchell 就說了很多東西 他只是告訴你 他相信是有另一種的文明 他沒有告訴你 他在月球上 我們看到些甚麼 就是以神去代替 對,他用別的東西去代替 其實他不停想告訴你們 那麼多個太空人上去太空 我們還沒去到穿梭機 只是在APOLO那年代 已經有很多人見過UFO 包括第一次的雙子星座上去試一下 試一下大家合體的時候 會合的時候 就是我們神州現在上去做的事情 就已經開始看到有UFO 在旁邊看著他們 包括美國的水星計劃 最後的這個太空人 Aaron Gordon Cooper